抓重点 抓真相 欢迎收看欢迎一把抓 我是张老和 今天帮你抓出了四个关键字 美军火黄金阵容返台 台湾要在军火产业链加一了吗 名单摊开 美国智库也在其中 背后有什么含义 揭秘南韩军武大国 军武圈吹起一阵寒流 韩国成为全球第四大军品出口国 他的飞机坦克 为什么世界疯抢 520蓝针钊白提名 柯文哲返台坚持选到底 郭柯破局 那蓝银飞绿整合呢 侯友宜的杯水论 中华民国是杯子 台湾是水 这杯水比你我想的还要深 好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淡江战略所助理教授林颖佑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智 早好 大家好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 主持人大家好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一节影又要带我们谈到的是 睽違四年美国的25家军火商 5月2号就要来台了 他是来卖武器吗 不对哦 还是台湾即将在军火产业链 要加一 没错 今天其实这次美国来 很多人说美国人就是要我们来买单 要我们来买武器了但是其实这一次的机会是我们今天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军火商或者是我们的军工产业 可不可以做一次产业界的升级可不可以打入到国际的军工产业链 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今天我们先来看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厂商嘛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什么宇航环境啦 或者两个AA这个两个开头的这些公司啦 这些公司我说实在大家只看这看不出东西来 可是我会讲弹簧包 弹簧包 凤凰幽灵 凤凰幽灵 这些东西有没有印象 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这一种他们叫游荡炸弹 这一种叫做悬飞弹 这一种很多的一个名称 这一种在空中飞 他直接无人机直接会往敌人的头上 往这一个战车的头上撞上去的这些武器 就是这两家公司做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一次来的厂商 他过许不会完全都是在卖一些大的飞机大炮飞弹 但是非常多都是什么呢 无人机的厂商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这边也有人在讲 这贝宜公司BAE 他不是英国的公司吗 可是他不要忘记 这家英国公司 他是有北美分公司的 所以今天他是用美国这一些大厂商 那里面我们也看到 奇异公司他的这个引擎啦 通用原子这一些蛮多非常多 他都是在无人机 好大家就想了 无人机 那我们是要买吗 还是要怎么样吗 今天如果只是来卖东西 那不会引起这么多讨论 因为我们跟美军售 也不是这样子一两天的事情了 今天这一边他们来台湾 我比较大胆来讲 可能跟我们要进行的是工业上面的合作 特别是在军工业 因为我们今天讲所谓的无人机 我们知道英文就叫做UAV嘛 UAV的话 其实美国他们已经不会再叫UAV UAV只是那一架飞机 但是今天我这些所有的无人机 能够去产生作战的一个需求 能够在战场上发挥效果 不是只有那一架 那一架可能只是遥控飞机 但是重点是UAS 美国现在讲的是System的概念 System的话指的是什么呢 我不是只要飞上去 我是要能够跟终端 能够做一个控制 甚至是它发现目标 还有中间的导引 所以这里面的话 包含了职讯系统商 是 包含了航天系统商 包含了做那架无人机的这些商 这一些工业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到的是 里面有一些 它不会是只有做无人机 很多是做什么呢 感测器 感测器 很多是做sensor 因为你要去发现敌人 把这个讯号传回去 另外一个还有是什么呢 卫星中间的通讯端 在这一次的一个俄乌战争里面 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是最好的 军火试验的一个场地 所有新的武器 所有一些过时的东西 都被这场战争淘汰掉了 那大家也知道 下一场战争要怎么打 下一场战争 哪些公司是未来的要缴 可能打的已经不会是 传统的飞机大炮 打的是我的通讯 我的这些资料 是不是可以传递到后面 后面中间的这个传递 会不会会被敌人干扰 这个才是其实我们今天 在看这一个军火商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几个方向 那另外我们也有谈到说 现在的美国军火商来台 我们台湾的军工业 可以去应付这样的事情吗 今天这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之前的话我们小英总统讲过 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呢 航天 航太 造船 还有资安这几个方向 那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 今天我们的整个军火产业来看的话 今天很多人其实会说 你台湾是IDF有卖出去吗 你台湾是有什么样的大型武器 有卖出去吗 你比起什么韩国 比起什么其他国家 我们感觉上都比较弱 但是我必须说 台湾绝对是一个军工军火 军武大国 我很喜欢说我们叫做军工不叫军火 为什么 军火感觉是你要卖武器 可是军工是我们把这一些军用品中间的某些部分或生产零件 把它工业化 把它变成是我们生产链路的一环 所以我为什么说 今天就是我们的厂商会跟这些厂商一定会有很多的互动 这些厂商互动的过程是 我们今天在合作的过程 我们能不能打进去美国的一个军火供应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在台湾在做代工嘛 代工代工 不只是代工 我们今天会变成说 不只是国家队 我们甚至是国际队 今天是我们能够搭上这班顺风车 搭上美国的一个产业链和供应链 很多人会讲 我们干嘛跟美国这样子玩 我们自己干不就好了吗 但是今天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一个你是走美制的武器 第二个是二制 二制的武器 是今天在俄乌 大家都看到了 好 中国制的武器可能则便宜啦等等的 可是中国制的武器有资安问题 还有就是很多国家 或许他的敌人假想敌就是解放军 我还可以用他的武器吗 那美国的武器 重点是他的一个后面的系统整合 我的无人机是不是可以接收到 美国卫星提供的讯号 是不是可以去接收到 美国GPS提供的一些讯号 甚至是我买了美国的这些武器 或是我这一些跟他生产的过程中间 是不是可以结合其他地面飞弹 地面海上的船只 或者是其他空军所有的一个电子讯号 的一个Link 16的一个连结 这个其实就是关键 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了 北北基这一代的话 总部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这个很多的一些外商或军工商 他都在101那一代 等等世贸东西那一代 因为他就是外商聚集的地点 那再来的话 这个资讯产业可能在陶竹苗 以及在中章到嘉义这一代 就是航太以及在我们看的无人机 最航的无人机是在嘉义 嘉义跟台中这一边 台中的话很简单 我们的汉翔 我们清旋缸什么等等 所以空军很重要在台中 那高雄这里呢 想当然而西子湾那个地方 就是造船 船业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一边的军工产业来看的话 我常会说或许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做出一艘船来 但是今天的关键零组舰 我们的很多的厂商 都有办法去掌握到 那像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下面这张图了 这一边的话我们先来看 就海上来看的话 没错台船啦 或是隆德啦等等的 最近这一些股价可能都非常的行 以及我们可以去看到 它在一些接单上面的话 基本上它的成长性是很高的 不过里面是有一家 我是有一点点shock 这家叫做河城 河城大家心里想不是坐马桶的吗 怎么跟这个军工业有关系啊 没错 大家一定会觉得它感觉好像是一个家电业 或是家庭这个卫浴设备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把它跟什么放在一起 这个八罐啊 熔钢啊等等这些 它是做什么 特殊钢材 还有呢 陶瓷复合材料 抗弹板 还有就是防弹抗弹 这些相关的装备 我们先说以前就是防弹衣 或什么各式各样的防弹装备 就是我用钢铁用这个金属麻 就是要防弹 但是金属重 我越重是不是耗油量就越高 我越重是不是耗油量高 我可能就不能带太多的武器 不能带太多的弹药 但是如果我今天有一样可以做抗弹 可以做防暴的这样子一个 这样的一个材料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让我的人员更安全 同时人员有机会 再期待更多的武器弹药 进行在战场上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常会说 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去弄一支枪 他在那边卖 但是我们这一类的都 这一类的军工产业 我们一样可以去打入 今天国际的一个军火市场 因为我们都这样 我们都会去管理 我们会去参与到 战场上的任何一部分 好另外我们还有看到 其实是9月的航太展 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 现在是180个厂商 跟910个摊位 甚至美国捷克还来台餐展 过去其实美国也不是第一次来 但是为什么这几年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 就可以摊子越来越小了 也不用什么国家管了 主要是原因就是因为 你台湾都决定了 你台湾以前都买了 你都已经有订单了 你就下定好订单了 我还干嘛来摆摊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一个军工的一个展 或者我们所谓的航太展 他不是只是要来买东西 他还更希望的是 能够跟当地的厂商 进行生产的合作 不管是代工也好 不管是研发也好 甚至是未来有没有可能 在两边的合作上面 再打入到国际 这些其实都是这一次 在航太展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好 佩芬我们来问 刚刚也提到无人机无人机 现在我们台湾跟法国 也合作生产无人机 现在外界就要说了 是把这红色供应链 彻底展开连接了吗 其实台湾跟法国 在无人机的产业上 以前其实就有连接 那以前其实台湾主要是 他们的这个零件供应商 然后或者是我们去购买 他们的全系统 可是这一次的合作其实很不一样 是为什么呢 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无人机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大厂 经纬航太科技 跟法国同样一个无人机的 一个领头的厂商 叫做Carvox 他们签约 那进行的这个共同的合作 等于是共同的研发 共同的生产 这整个过程的合作 那这一次的合作 其实它有几个特点 包括说它在技术上面 它这一次的无人机 会采这个垂直起降的能力 而且它可以停留在空中的时间相当长 然后第三个特点 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就是这个百分之百的 没有红色供应链 那这一点很重要 是因为其实最近 我想大家有在关心国际新闻的 都知道法国跟台湾之间很多的新闻 包括说之前的马克宏的一些发言 引发的法国内部 甚至整个欧洲的 大家的很多很多的议论 甚至大家开始非常强烈的支持台湾 然后就在这几天 其实前两天我才跟法国参议院的副议长李察 他同时也是友台小组的主席 来台湾跟我们非常多的政要见面 所以现在台湾跟法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非常的紧密 所以这一点就是没有红色供应链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领导我们来看到 现在25家的代表团是要来了 没想到现在 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黄重燕在节目专访 他现在变成是报名牌的人了 怎么回事 我第一次看过就是有人把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这值钱拿来当股市名嘴的 怎么说 你看今天他报的这几张名牌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军工股的签富 精密保益跟合成 这个一个月里面涨幅高达五成 所以他报的名牌是真的名牌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地方就很奇怪 就是说他们常说 我不是为了要炒作这个股票 因为我自己没买 你没有买很多人 搞不好你的谁谁谁有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以过去的经验是 高端告诉我们的经验 高端那时候被人家讲说 接到卫福部的这个订单 然后一定未来很有前景 最高涨到417块 各位好朋友 他跌到最低60块 今天的收盘价是 今天收盘是76.3 而且高端荣登去年跌幅最高的个股 这就是民主党过去摧榜的个股 所以我就要提醒这些投资人 今天这个总统府 副秘书长虽然讲说军工组会涨 可是你要很担心因为明天可能又会大跌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回过头来看 这个股票市场两种 一个是消息面 一个是产业的基本面 可是这产业的基本面我们就要看嘛 现在有没有需要嘛 因为在乌尔战争之后 基本上大家每个国家都想要跟这些国防工业 或是一些买武器可能性提高 第二个可能性是 这些民主国家基本上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他把这些关键领主件 他基本上希望去Secure这些关键领主件 可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商务部长 他自己已经对外承诺要补助我们要成立 两座的半导体跟先进封窗制程 也就是位于军工产业最重要的半导体 晶片他要自己做嘛 所以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些25家的军火商 这些都不是什么冶机的公司 都是大公司看起来就是像在卖军火的部分 可是最后一点我要补充 就算是卖军火好了 如果台湾有需要要买 当然就要买嘛 可是我们过去看到就是说在2021年 我们已经买完可是还没交货的 高达140亿美金耶 在2022年高达187 5000多亿的美金 就我们买这些军购 可是这些军购一直送不来 都不来 包括2015年买的这些赤真飞弹 最重要的要做一个野战防空 到下一步来请问我们现在台海 你们这样搞成冰凶战危 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武器来对抗 或是来针对整个的局势的演变呢 这才是我们关心的嘛 没关系 那现在我们现在俄罗 都不来